本土疫情持續升溫 尤其在新北市陸續出現 本土不明感染的確診個案 新北市長侯友宜在下午宣布 八大類的營業場所 即日起是暫停營業 那麼包括娛樂場所 網咖KTV 運動中心等等 全部都要來關閉 那麼他也在晚間 特別到乾貴 還有新據點KTV視察 來看一下稍早的情況 如果有預約 這邊都會有客人的資料 但是我們現在都沒有 現在全部都是取消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預約 全部都是客人都受取消 然後客人都願意配合 謝謝能夠體諒跟包容 共同時間 因為在防疫上 就要拜託你們 這段時間比較辛苦 大家一起來應對 做場所停止營業到六月八號 是疫情狀況在做調整 而後遺除了感謝店家 願意配合 也對受影響的業者 還有民眾感到抱歉 那麼另外部分場所 可能比較難積查 恐怕也成為另外一個隱憂 那麼侯友也說 會請同仁一家一家的來查 如果不按照規定來 就會依傳染病防治法 依法開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